大家好,我是在你快乐学构枝的叶子 今天我们学习构枝,将柄人小挂件 现在用的是四股牛奶棉 构针大家可以选用2.0的 下面我们开始构枝 先从头部开始 左手挂线 环形起针 立一个吉利针 第一圈勾置8个短针 在第一个短针处挂上一个记号扣 下面继续勾置短针 8个短针完成 拉紧线圈 线头可以剪掉 下面取下记号扣 与记号扣这一个针目进行引拔连接 第一圈就完成了 另一个吉利针 第二圈勾置8个短针加针 就是在每一个针目中勾置两个短针 我们在第一个针目中勾置 短针 同样挂上一个记号扣 继续在同一针目中入针 勾置一个短针 完成了一个短针的加针 下面在第二个针目中继续勾置两个短针 继续往下 在每一个针目中均勾置两个短针 完成这一圈 完成后再取下记号扣 与记号扣这个针目引拔连接 第二圈完成 另一个吉利针 勾置第三圈 第三圈我们依次勾置一个短针 再挂上记号扣 第二个针目短针加针 这里一个短针和一个短针加针为一组 重复勾置八组 完成第三圈 完成后取下记号扣 引拔连接 立个启迪针 勾置第四圈 第四圈依次勾置长针 长针式勾针绕线 在第一个针目中入针 带线拉出线圈 这时勾针上有三个线圈 我们绕线拉过前两个线圈 再绕线拉过后两个线圈 完成了一个长针 下一个针目勾置中长针 勾针绕线 入针 拉出线圈 绕线一并拉过这三个线圈 完成了一个中长针 下两个针目分别勾置短针 下个针目中长针 下个针目中长针 最后一个针目长针 完成后立一个启迪针 翻转纸片 依次勾置 短针加针 四个短针 最后一个针目 最后一个针目勾置短针加针 完成后立一个启迪针 我们先断线 我们先断线 头部支片就完成了 需要勾置两片 大家自行完成第二片 第二片完成 我们留一段线头 逢何用 这里我是用了鹿皮绳 作为它的挂扣 大家也可以用钥匙扣配套的 开口圈 或者直接用四股棉线 勾置一段辫子针挂上都可以 在缝合之前 我就先把这个挂绳粘上 再进行缝合 然后我们上下两块一起缝合 这里只需缝合圆弧的部分 就可以了 挑出两片对应辫子针的内侧 进行缝合 缝合完成 就是这样子 线头直接放到里面隐藏就行 下面我们继续 往下勾置它的两个小手 这里直接挑这里的针目 进行圈支 前后分别勾置四个短针 形成一圈 一共八个短针 线头压在后面 入针 拉出线圈 另一个起立针 在一侧勾出四个短针 接着翻过来 在另一侧同样勾出四个短针 我们一共完成了八个短针 翻过来与第一个短针引发连接 另一个起立针 形成了一圈 下面我们就继续 沿着这八个短针 往上勾置三圈 第四圈完成之后 与第一个针目引发连接之后断线 这里稍许留一端线头进行收口 用缝合针挑出这一圈八个针目的外半针 就是靠近外面的半个辫子 拉紧之后把线头藏到里面 一个胳膊我们就完成了 按照同样的方法完成另一只胳膊 手臂完成 下面我们继续往下勾置 身体部分我们在前后两侧 分别勾置八个短针 进行圈钩 一圈一共16个短针 这一排 依次挑针目勾置八个短针 八个短针完成之后翻到前侧 继续挑出八个短针 完成之后找到第一个针目引发连接上 立一个启迪针 下面继续勾置一圈16个短针 第二圈16个短针完成 下面勾置小腿部分 小腿部分我们是先勾置四个短针 然后翻一面 对应的在后侧继续勾置四个短针 形成圈钩 这一圈一共八个短针 然后找到第一个针目引发连接上 接着继续往上勾置三圈 每一圈均为八个短针 第四圈完成之后 断线 留线头进行收口 跟手臂一样 同样挑出最后一圈每个针目的外半针 这样一个腿就完成了 下面继续挑出剩余的八个针目 按照同样的方法完成另一条腿 大家自行勾置 主体我们就完成了 下面用绿色和红色线绣出小针扣 用白色线封出袖子装饰 嘴巴部分用黑色线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最后再用红色毛线勾置一段辫子针 打成蝴蝶结 粘上即可 这里我大概是够了30个辫子针左右 将饼人小挂键就完成了 喜欢的宝宝记得点赞和关注哦